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 小林想要設定的另一種溫標 這種溫標叫L 若在一大氣壓下 水的冰點設成是100度L 那廢點設成320度L 那麼他問 摺50度C的時候 這邊假設是小林設的溫標 那這邊假設是攝氏溫標 攝氏溫標的話 冰點是0度C 冰點是0度C 廢點是100度C 現在他說 當這個攝氏是50度C的時候 那麼這個小林溫標 他的溫度是多少 按照那個相似型 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這個是 減掉100 對的 比上多少 這一減的話是等於220度L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是50 比這個 這是100 別掉 1比2 別掉 110 所以x等於多少 就等於 110 加多少 把這110過來 100 所以是210 就210 所以他那個小林的那個 度數是 210 對 這是x 對 所以答案是210 對 是210 110 210 310 410 410